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自讯、流行、文化 一字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我们这小时邀请到的是 华影国际影艺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周介忠 大家都叫他Jeff哥 Jeff哥好 哈喽大家好 书伟你好 是 在电影圈 大家应该都非常的认识 Jeff哥 他从事电影工作已经很久的时间了 对 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进入电影圈 中间出国逃兵逃了一阵子 后来又回来了 是 好 那大家对于这个Jeff哥 近期监制的作品 最有印象的应该就是 《仲邪》 《仲邪》即将要有第三部曲 跟大家见面了 就即将在农历鬼月的时候 是 在今年的暑假 8月25号 那农历7月初时 会跟大家见面 好 我相信这一个应该也是一个 算过的日子 对 都有请示 都有请示 好 那今天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Jeff哥有一本书 叫做《仲邪电影所说的那些鬼事》 哇 我也是看了这一本书之后发现 天哪 这个有好多 我们不为人知的事情 在你们拍摄期间发生的 是的 但怎么会想要把它写出来啊 其实出这本书 当时是我一个 之前的同事 Alan 他也说找时报来 是不是我们来出一本 这个电影的书 对 那原本我有一点犹豫 就是说因为电影书 我们其实在《仲邪电影》 我们也都有出一本 剧照跟电影故事的书 那他说这本 我们可以出一些不同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直在想 当然他最后因为说 那为了电影宣传 我说好吧 那我们来想看看 能有什么不一样 跟之前出的这本电影书 有点不同 所以我们想说 除了把我的一些过程 来分享以外 怎么去从事电影 怎么回来台湾来做 加上这几年 从《仲邪第一》 第二第三集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所遇到一些科学 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 和一些故事 比较不为人知的事情 也借着这本书里面 也把它呈现出来 是是 真的很不为人知 因为其实台湾的朋友 真的很喜欢听鬼故事 是 又爱怕又爱听 对 那《仲邪第一部曲》 跟第二部曲 这样加起来也破译了 有 有获益 所以很多人说 你们把《仲邪》 变成一个宇宙观 就希望继续努力做 让大家可以看到 一些我们想要表达 想要呈现的一些 你们拍《仲邪一》的时候 有想过它会变成一系列吗 其实没有 我跟那时候跟史莱 我们决定做 那时候决定 就找了很多新的团队 包含导演 包含摄影 包含美术 很多都是第一支的长片 那那个时候纯粹只是想来做 一个不一样的恐怖片 对 那后来当时是 我们其实在跑宣传的时候 很多观众希望看完了 一直鼓励我们 希望他再看到第二集 对 所以我们当时第一集 后面留的彩蛋 纯粹不是为了第二集 当时我们真的没有想做第二集 而是觉得第一集 到最后留着一个是 这个邪灵还在 并没有离开 那接着后来我们第二集 就开始来衍生 一直来做 做到第三集 是 因为台湾的电影 就是一波一波 如果说从2008年的 海角七号之后 就是一波一波 你也不知道说 到底电影产业 什么时候又可以 有一个比较黄金的时代 但是如果以类型片来看的话 其实鬼片 或是所谓这种惊悚片 一直都有个基本盘 对 它有一定的特定族群 对 所以其实在全球 恐怖片来讲 这一类型的片子 它都会有一定的市场 所以当时我们也决定 用对投资人来讲 比较保守的方式 才决定要做一个恐怖片 是是是是 那因为Jeff哥 你自己本身 你刚刚提到说 其实从年纪很轻的时候 就是高中时候 你就投入了电影圈 其实这样一路走来 真的是时间蛮长 虽然中间你要出国去念MBA 但是你出国念MBA 然后也在这个美国大公司工作 但是回来台湾之后 还是回到了电影圈 因为那个对于电影的热爱 是没有办法消失的 是 我觉得一直以来都幸运 那时候也说真的 一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去有一次是 余小慧 他那时候介绍我去上了一个课程 一个自我的成长的课程 就在那个课程里面 我就突然发现在我内心世界里面 我在美国的生活是 凭见自我满意度是68分 反而我小时候拍电影是88分 所以念头那时候一动就觉得说 那我为什么不去做我更想做的事情 所以后来 当然蔡英勋那时候 决定要来拍痞子英雄的时候 那他们其实也来美国找过很多次 就希望回来 是不是我们可以再来一起 一起来合作 所以后来就痞子英雄电影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从美国就决定回来 然后开始一路的这十几年来 都在台湾的电影 就已经在电影产业当中 其实纵协这个议题 你们当时怎么会想要做这样的故事 因为如果说以恐怖惊悚 或是民间传奇的话 其实角度还蛮多的 因为当时其实我们也在思考 如果我们要做恐怖片 那泰国有很成熟的恐怖片 甚至日本 韩国 香港都有 那台湾如果我们要做恐怖片 我们应该做什么类型的恐怖片 台湾我认为会道教的文化 是一个在台湾很根深蒂固的文化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我们是不是来以道教为出发点 然后接台湾本土的地气 来讲一些因果的故事 那所以当时我们决定第一集 来讲中邪的部份 就是希望把道教的这个 宋若中的文化 那其实当时那时候 我们在搜寻一些资料的时候 那诗涵也提出来说 其实中部有几个 蛮有趣的 有宋若中的文化 这块的东西 我们就开始进来 往这方面去来寻找 来找到他一些源头 那就是说 你要怎么界定 你这一部片子 它是要用什么方式 让民众看了之后 会恐怖或惊吓 有的是那种吓你的 有的是从内心发毛的 Jeff哥你要跟诗涵导演 要讨论 那编剧是 小马 马志明 OK 然后所以你们会 就是主创团队一起讨论 看看我们到底要怎么发想 我们其实从前期在剧本阶段 就我们三个人 就会开始一直视讯 甚至一直开会 来各自各自的发想 其实本身宋若中就是一个 在氛围上 压迫感很重的一个仪式 那整体的呈现的方式 我们也都会朝着这个方向 来去前进 那只希望说 里面还是有一些情感的 还是有一些省思的 虽然在恐怖片会吓人之外 那我们也希望从故事里面 可以有一些感受 可以给观众 那因为它是跟民间习俗 道教有关系的 那当然又牵扯到 魁爷嘛 是 魁爷 然后也牵扯到 在拍摄现场当中的一些 可以都是要非常非常的 缜密的 要先去做一些甜调 跟现场 你要做的时候 就是都要先谢谢 然后才能拍吗 一定要的 其实第一集 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既然我们做一个松肉中 台湾的一个道教的文化 那我们应该是要找一些 相关的宗教顾问来去推动 来去遵照他的一个方向 给我们的指引 第一集我其实 对神明我一直是很相信的 大概不太好相信 神明的存在 但对无形 对鬼魂的存在 我说真的还要一直抱着 半信半疑 在第一集 大概到第二集的时候 我是完全相信 也完全的去 去敬重大家 尊重在 神鬼之间无形的共存 因为说真的拍这类型的戏 都会遇到很多相关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到现场前 一定要拜拜 一定要进四方 那当然身上 也一定会有一些辅咒 如果真的紧急情况的时候 真的发生太多事了 太多事了 那您之前 做中写第一集之前 Jeff哥有宗教信仰吗 我其实一直以来 因为母亲的关系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信仰 但是对于神明 或是有一些好兄弟 这个就 我这些年 就说有比较少碰到 碰到有一些 也是半信半疑 可能科学比较能够解释的 所以我并没有说 完全的认同 这个他们一直存在 但是拍了 到第二集 到第二集之后 完全臣服 完全臣服 第二集我自己都 在拍摄一个现场里面 自己都来找我 我自己也都遇到 我自己也都遇到 好想听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仲协系列电影当中的监制 周介中 大家都称他为Jeff哥 他也是华影国际影艺 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那这一本书叫做 仲协电影 所说的那些鬼市 也期待即将在农历 7月10号的时候 仲协3 仲协3你们的片名叫做 鬼门开 鬼门开 就是仲协 鬼门开 是 OK 会跟大家见面 大家也可以期待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的是 周介中 Jeff哥 他这一本新书叫做 仲协电影所说的那些鬼市 然后在 国历8月25号 农历7月10号的时候 仲协 鬼门开 也会跟大家来见面 好 那大家都很想听 背后有什么玄妙 就是你们在拍片时候 遇到的事情 拍第一集的时候还好吗 第一集其实 我们从前期的时候 在做调研的时候 就有遇到 然后在拍摄当然很多 但都大部分是演员 跟工作人员遇到的很多 第二集当然就更多 第二集从开拍 工作人员就一直都遇到 然后比方说第二集 其实我开拍第三天 那那个时候有一场戏 我们是在一个 一个神坛里面拍 那这个雷虹大哥 跟李康生讲 从今以后 你就是钟馗生了 那一场戏其实 剧照师其实一到现场的时候 太赶了 他忘了去拜拜 他忘了请示神明 结果一去 他赶快冲到现场进去里面 把东西摆放 那因为他没有去跟 这个神明这边有打招呼 然后后来也碰到了 神桌 距里面 后来结果一开始的时候 他被扛出来了 口吐白 莫子的抽搐 那个时候 真的我跟诗涵导演 我们两个人是慌乱 整个现场都慌乱 不知道怎么办 那现场我们还好 宗教顾问在 我们就请宗教顾问 赶快来处理 那后来才知道 他其实他不是中血了 他是得罪了神明 神明降罪 他就有 有点冒犯到了 当地的那边的 倒探的神明 结果他一抬出来以后 这个神明的 这个公主 马上起机 马上机同起机 所以那天 现场我们也很紧张 感觉现场可以拍纪录片 其实现场纪录片 非常的精彩 你没有拍吗 我们其实都有测拍 只是都片段片段 如果真的把它整理出来 再拍摄背后的故事 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部分 包括在二部曲 要演钟馗的故事 馗爷的故事 其实这个主角就非常难寻找 那时候我们其实有一点卡住 那四汉导演那边也有一个师姐 最近我们另外也都有在一个群组 他也都会给我们一些建议跟指引 那时候他也说 请我们去请示一下馗爷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后来到宗教顾问的道坛里面 的馗爷也去想 因为毕竟这个男主角是要演 他的一个天命画 所以我们也请示他 所以李康生那时候是 我们那时候列了大概快十个演员 最后李康生是连续五个圣杯 那连续五个圣杯 那连续五个醒杯之后 你们打给康哥 对 我跟康哥以前就有合作过了 所以我就直接打给他 那康哥 因为康哥 你知道他比较缓慢嘛 对对对 他的讲话比较缓慢 是是是 那你第一次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OK吗 我一开始传一个讯息给他 后来我说 哎康哥 那个我有一部电影 中邪第二集 想找你来演这个 那就发现康哥就已读不回 已读不回了很久 最后犹豫很久 后来我又跟他讲说 康哥我今天去 有八杯 馗爷说你五个醒杯 那他后来答应了 他说那既然 要我来演中奎的天命的这个戏 那我要自己下来跳 那当他一讲这句话了以后 我们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第二集的宗教顾问 开始就很紧张 就说因为这是有风险 甚至他也说他不敢签 所谓的保护安全的 guarantee他的一个部分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直跟 中奎顾问沟通 是不是 最后我们也让宗教顾问 在旁边演出了 他也说希望他也可以演出 所以后来其实在李康生 康哥在扮演奎爷 在拍戏的时候 他旁边的助手 就是宗教顾问 所以是在旁边保护他 但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其实一定 每一个都会有发生 因为康哥其实在 当一开脸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叫名字 那就不能回头 但他其实在 康哥决定接这个角色的时候 就不能进女色 不能吃牛肉 就有一定的规范在 到拍的前一天 我们其实剧组都还在讨论 就是我们的群组里面 就说明天现场 只要康哥脸一开 我们就不能叫他康哥 因为在无形来讲 就说开脸窥也代表 他是驱魔 他要驱鬼 那如果你被鬼试破 你是假扮的话 有时候会被无形的假害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一直很遵守 整个宗教顾问的规定 那康哥也很紧张 他传给我Jeff 你要叫大家不能叫我名字 他说要不然我会很危险 我说我没问题 我们都安排好了 结果那天在无锡的一个渔港拍 那天拍因为风很大 那刚好在四系 结果后面那个灯啊 突然倒掉了 一倒后面灯光组就慌乱 就赶快这个要去抢救 因为正在排戏 所以导演那时候 实际上就喊了一声说 后面在吵什么 结果一喊完 康哥就回头 康哥就回头去看 无形的 无意识的就回头去看 他一回头的时候 整个人就晕了 那我们大家一看到他 就晕了 就整个 一转就晕了 一转头就晕 那所有工作人员 就赶快上去扶着他 赶快拿椅子要给他做 我们其实后来跟师姐 我们其实都有一个群组 这个师姐他 他比较秀的是神通 所以他真的很厉害 他不用到现场 我们现场发生什么事 他都知道 那他也就有讲说 有无形的认出 康哥是假扮的 所以他那时候也 赶快出令牌 赶快来出去保护 所以真的扮演这个角色 他是真的会有一些 一些禁忌在 所以我们要去遵守 所以我觉得 每天每天的拍摄 都是要非常一种 战战兢兢 是 其实是战战兢兢的 一个心态 就不能稍微的 掉以轻心 对 我们就说我们还是 在整个拍摄的过程 宗教顾问 希望他能够对工作人员 还有整个的安全能保护 那发生在 Jeff哥身上的是 什么样的故事 我那个是在拍第二集的时候 开场跟最后决斗的 这个毒窟 有一个掉六具尸体的一个 那后来我们看上了 是一个废弃的一个饭店 在那边其实一开始 都发生很多 师姐告诉我们说 原本那边有住的一些 因为空了 久了 他就一定有一些 无形的会站在那边 那当然师姐是比较沟通的方式 那天其实我们刚好 办记者会 媒体探班 有个记者就问 那天刚好 严正国也有演第二集 他还讲到说 突然他在 深港那边拍的时候 那因为有一棵树 就是他上吊那棵树 我们看到 我跟师姐看到一棵树 是长得很有 特别的 感觉意象 所以我们决定在那边拍 就第一天都 无风无雨 很闷热 到第二天的时候 突然有一声 那个口高雷 现场我们整个人都停住了 因为要收音 也不能收 就口高雷 一摳完了以后 突然刮大墙峰 整个没办法拍摄 严正国 他也讲了 他说因为 其实严正国 他一直以来 他对神鬼之间 都完全是 比较没有在这方面 去认同 他说拍完了 他也真的科学也解释不了 结果一讲完 刚好有个记者就讲了 说他是新竹人 什么突然的墙峰 没见过 一讲完这句话 我们在记者会的现场 突然的就刮起大风来 然后我们制片主要去拉 那个帐篷都拉不住 那时候我们的法师 他就开始拿着法所去对抗 结果越对抗 风越大 越对抗风越大 最后是他把道坛 他的道坛撤掉 才相安无事 然后来记者会现场 我们他记者也想去看 法师又跑来找我 所以闻到一个尸体的腐烂的味道 那天我也觉得我也闻到了 有一些记者也闻到了 所以我也请法师说 帮我找一下看到底什么因素 然后保护大家安全 那时候我一担心 我先把记者送走 同时还有一个导演来探班 有一个导演刚好来探班 后来他们就一起走 导演也跟着一起走 结果一走完 那时候刚好消夜 我就去休息 我在车上休息的时候 突然就有一只来找我 那因为我休息 那你那时候休息的时候 是已经睡着了吗 还是 应该是睡着了 应该是睡着了 但是我有感觉到 有东西要靠进来 那眼睛一睁开 我就看到 就看到他整个冲过来 当然因为我车上都有 都有迷勒真经 都有一些这些的经典在 我们也有一些法门 所以那时候有一些 法门我们运用就退开了 那我看到了他的形体形状 到后来我们的法师 去追赶了有六七个 原本住在那边的无形 然后他比的形状 他也跟我讲 他看到了有六七只 还是他们一直 拿着中轨键追 那他大概长了形体 我说我知道 有一只来找我 那你们看到的形体 会说是一样的吗 还是每个人看到的形体 会不一样 其实我法师讲的 跟我看到的是一样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有一只来找我 那后来我们师姐 在群组也发了 他说当地住着 有六七只的腐肉鬼 很不开心 因为原本师姐是有设结界 有跟他们沟通 是说我们互不干扰 那后来他们很生气 觉得我们干扰到他们 对所以其中 因为我带头的 整个属于我一起 所以他直接很生气 来针对我 还好你们有所准备 也就是说后来我们其实 更有趣是回来台北拍 我说那个来探班的导演 那他突然把他说 Chef哥修哥以后 你拍我不再去探班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去你知道我回家 后来那天我回家 我一回家我一睡着 我突然就梦到 有好几个好兄弟来找我 然后其中每个好兄弟 就是来把他身上的肉 挖下来 然后交给我 我说你是接了 还是没接呢 他说我就把他接起来 我就醒了 醒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也不知道要干嘛 继续睡 又有一个好兄弟又来 又把他身上的肉 挖一块给我 那他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也没说 那后来我就给他看 我们跟师姐的 哇 他应该觉得 他整个人很神奇吧 哇 好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欢迎国际影益 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周介忠 Chef哥 他跟我们分享的就是 仲邪已经拍了三部了 第三部将在8月25号 农历7月10号上映 背后好多故事 太精彩了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典 欢迎回到 POP最正典 这本书跟大家分享 仲邪电影所说的那些鬼事 刚好这个 农历7月10号 国历8月25号 仲邪鬼门开 也要跟大家见面 今天来到现场就是 仲邪鬼门开的监制 周介忠 Jeff哥 他这个拍了三部曲 之后 相信对于神明跟无形之间 都已经有了一个不同的了解了 对 我觉得会有一些很棒的体悟 对于神跟对于无形 对于鬼之间 他们共存 还和我们之间的这个心态上面 因为拍一部电影 像这一次你们鬼门开 仲邪鬼门开 总共拍了多少天 我们这次拍了要50天的工作天 快要50天 那前面因为疫情 去年因为疫情 然后场景后来不戒 所以我们其实筹备了 先前筹备两个多月停拍了 那最后再复拍 又换男主角 然后换主创团队 最后又在9月份的时候 又重新启动又复拍 所以真的是这一次拍仲邪鬼门开 的确中间有遇到一些波折 那也还好就是都很顺利的完成了 亏也保佑了 对 而且也要跟大家见面了 这一次特别难拍的原因就是碰到疫情 我觉得碰到疫情 当然这次我们的内容又挑战更多的元素进来 第三集又比第一集第二集更丰富 更多的一些难度在进来 第三集主要谈的是什么样子 其实第三集当然我们就是鬼门开 我们希望讲农历七月的一些经纪 还有旅社的一些经纪 对我们相信大家都住过旅馆 那我们第一集其实工作人员在旅馆 在住的那个旅社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想说 在农历七月我们有什么禁忌 是我们可以去避免掉去知道的 所以大家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也都可以尽量去避免这些事情 那到旅社去住的时候 旅社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禁忌 是我们可以去注意的 所以这是在电影第三集里面 也希望把这个农历七月的禁忌 跟旅社的禁忌 一起让大家来知道 而且你们这一次 在这个角色的赋予上面 也把一些蛮新潮的东西放进去 是 你们还加入了一些跑酷 然后跟寡戏 就是等于新旧之间的一些冲突 或是一些磨合这样子 是我们把这次也跟明华园合作了 就希望说让传统的艺术 跟年轻的这个时尚艺术 的一个冲突的部分可以去展现 所以我们这次希望 可以如果再把跑酷 也是台湾电影第一次跟跑酷 对啊 这很酷 蛮大的挑战 蛮大的挑战 那刚刚讲到第一集第二集 遇到的事情很多 那拍摄第三集也是一样吗 对 没有少 一定一定 但第三集我觉得我跟导演的心态 我们就 那天我记得我刚好去文化部当评审 所以那场戏我其实不在 我当完评审以后才赶回现场 完了 那到现场我就问现场有没有什么事情 那其实那个我们在一个旅社拍 一个蛮久蛮蛮旧的一个旅社 那我们有一个控管电梯的工作人员 那控管电梯我一进去上去 我就先问这个工作人员 我说 有发生什么事吗 他说都还好都没有 他说倒是 这个电梯今天怪怪的 就有三次就是电梯到了我这个楼层 打开里面是没有人 那我说 我们其实就心里就是 那应该是有什么事情 所以后来我就去现场去调 那天现场其实就有拍到 就说现场正在拍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走廊 所有的都是清空的 两侧都是有人控管 都不会有人在 就拍到后来这个摄影师突然说 那monitor后面怎么站人 就开始讲 为什么后面有人 怎么没有控管住 然后那刻又停掉 停掉以后去看 发现整条走廊都没有人 也都不可能有人会走过去 就拍到影子 所以这次我们也特地在那个 测拍NG画面的影像 把它截图出来 这次在这个书里面来呈现 对 书里面都可以看到 但是在荧幕上面有机会可以 就是用翻外篇吗 大荧幕这次是 因为它还是电影 我们还是把电影的最完整的去呈现 也许一些花絮 也许一些其他的影像 之后都可以给大家 卖破一亿之后 有什么翻外篇 没问题 我们再把这些整理出来 来 真的拍得到 真的拍到 以前不是有那个 我小时候不是有玫瑰之夜吗 是 他不就是有 你书章有解到那个制作人 制作人 对 那叫鬼话连篇 鬼话连篇 对 然后每次不就是 他会拿照片 照片 对对对对 关于这张照片 就是人影这样子 但是就是一般人会想说 哦 这到底是巧合 还是说买个 哪个光影或者是什么 但是Jeff哥 你这样子连续拍了三集 是 你很确定 他不是光影 也不是 也不是眼花 这种都是 我百分之百都相信 他们跟我们一起都存在 完全相信 对 不然圣诞导演其实也是 我们其实在做后期 都会遇到很多事情 像第二集的时候 第三集现在也是有了 第二集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在 杜杜之杜哥那边 在做声音 对 那整个的新 最新的设备 突然打结 以前他那个音符是平的 最后打结 变成一个符咒状 然后机器荡调 那时候杜哥就很慌张 就一直很 怎么会这样 杜哥就很觉得说 怎么 后面监制跟导演两个人 坐在那边 觉得很正常 然后若无其事 最后请问一下 师姐怎么处理 最后买买艾草 弄一弄 过一过就好了 对 就处理一下 那大部分碰到的事情 都可解吗 我觉得应该都可以解 就说 有时候可能 只是好奇 为观 或是 那时候 那次是因为我们有一些 背景因为有铃声 那有铃铛的声音 就吸引过来 它来关系 那可能在职场上的频率 上面就会有干扰 那我觉得除非是 所谓 这是道家讲的 如果是冤亲在主 这些的可能就需要 有特别的一些方式 但一般我觉得就说 像拍这个类型的片子 一定会有很多 无形的好奇 也想来观看 也想来了解 这些一定都是 只要在心态上彼此的 我觉得去沟通 去互相的去 应该都是 所以心态上面 包括Jeff哥跟 这个诗涵导演 都经过了这么几年 三级的 这个洗礼之后 你没有交换过心得吗 就是说对人生观 还是有改变吗 心得倒是没有 我们可能平常在聊 都工作上比较多了 但是彼此在心态上面 我觉得从彼此 这一路这样 一二三级下来 我们真的经历过 很多的事情 所以在彼此在淡定的 那个处理方式 我觉得彼此都是 很能够去理解 就说我们老话一句就是 你这个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就类似这种感觉 可是工作人这么多 因为电影就是一个 众人成就之事 工作人这么多 每个人体质又不一样 这个也是蛮麻烦的 就说真的 在工作人的压力上 因为第一个 我一定要保证 就是工作人员的安全 宗教顾问就说 这个责任又特别的大 那这个方面 我就只能去 依靠每一集的宗教顾问 他来在这方面 来去保护我的工作人员 在拍摄上的安全 那他也都会有一些 蛮正确的建立 剧组工作人员 在面对这些事情的心态 那会不会有你们找的工作人员 就是说例如说主角 他可能自己担心 或者说他自己有很多担忧 他没办法继续下去 会有这种状况吗 有第二集的时候 当然演员也有一定的工作 他有想表演的压力 那第二集其实也有演员 他就说演到后面的时候 也有看到 也有碰到 或是他在心理上的负担 压力也很大 这时候我们其实就尽量 去续续续续协助 那时候有请老师 有请师姐 能够给他一些沟通 其实第二集的 那时候的女主角 其实拍到后面有一点 要崩溃 也看到了 你说安芷 而且我记得我们上次做宣传的时候 安芷跟士涵导演有来 对安芷自己有讲 还有讲这个事吗 对 因为他又那么瘦 那天 其实一开始在拍的时候 我们师姐那时候就跟安芷跟康哥讲 那时候康哥八字很重 所以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但安芷会比较 体质会比较容易 所以他其实拍到大概三分之二 最后已经快拍完的时候 那天我记得凌晨四五点的时候 突然经纪人打给我 安芷的经纪人打给我 那就讲说安芷回去拍完收工 回去有看到 看到就很惊吓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时间赶快请示到 我们的法师 现场的法师跟请示师姐 有这个情况 那看怎么去处理 当然第二天我们就直接到现场 然后大家去包含宗教顾问也好 包含康哥也都一起 还买了一个小炭糕 然后送给安芷来 鼓励他 那我们也当然希望就是说 演员在心态上面 还有在整个不要影响到他的表演的部分 所以我们一直给他很多鼓励 安慰这样子 所以他自己也克服了很多 他心里上面的一些可能恐惧 在那个时候的恐惧 所以第三集他也有演 当然第三集安芷 算是主角 安芷是角色非常重 对他在里面 这次安芷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表演 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大家来看 第三集的这个嘉明 这个角色的对变 是 所以第三集 最主要叙述的这个内容 当然还是会有奎爷的出现吗 其实仲邪就是奎爷的电影 他比较像是恐怖片里面的驱魔片 那仲邪其实的生命就是奎爷 就是奎爷 就是由奎爷这边来去 来去除魔 来去对抗外来的邪灵 是 那这一次因为你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台北市拍吗 对台北跟台中 台北台中大概最多 台北台中最多 哇 第三集 中邪鬼门开 你觉得给大家会 怎么样不同的 以往于其面两集的内容 这次当然我们也加入更多的元素进来 那也更多的挑战 那其实中邪一直以来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不同的背后故事 那当然第一集 其实我们在故事的原型 我们是希望讲一个反对校园霸凌的一个方向 那第二集其实我们想要讲的就是天命 和尊重生命奎爷的部分的出来 当然第三集这次会有心中奎 我们也其实真正第三集 希望大家能够对鬼神之间的一个共同的尊敬 第三集其实我们想讲的是 我们所害怕的鬼魂 其实是别人怀念的亲人 这是我们第三集去想要表现 是 也会有感人的部分 有 恐怖当然一定会有 恐怖会恐怖 对 但是他在人性的 在一些亲情的情感上面 是 和对无形 对思念亲人的这一块 会有一些一定的去 是 我相信这个票房应该也会 这个搞不好会超越前面两集 因为今年疫情 已经这个大家都会不正常工作了 那大家对于鬼神的故事 其实又特别特别好奇 然后特别喜欢 像我的节目只要每次讲 军中有发生过什么鬼故事 哇 我们的call in啊 不断啊 哇 这个男生好像一生当中当兵都会遇过军中鬼故事 对 然后这种话题真的讲不完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这样子的一个电影 这个大家非常辛苦去完成了一部电影 尤其是中邪 鬼门开即将要在8月25号跟大家见面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在书的这里面剧照 看到那也有真的是 哇 那个影子也太明显了吧 那个影子也太明显了吧 哇 这剧照里面不只一张 不只 其实我们后来还有在第二集在殡仪馆也有拍到 我们最后也都是用电影的漫格定格 然后再截图出来 要不然这个其实真的也看不出 还看到那个形体出来 就稍重 其实你这个形体也太清楚了吧 大家不只看电影也要看这本书哦 中邪电影所说的那些鬼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大家听的 是不是都觉得意犹未尽呢 没关系 大家可以来买这本书 宋邪 电影所说的那些鬼事 透过Jeff哥的分享 听起来你不会觉得毛毛的 因为他就是有一种 很诚挚的心在分享的 对很尊敬的心在分享的 不是恐怖啊 或者说啊怎么的 就是一种很尊敬的心 就是越来越确信说 这个世界上就是神明跟无形 可能都是存在的 我认为啦 因为慢慢会相信 就是说为什么要有神明在 那有神明在就一定会有无形的在 是 所以我们常说所有的宗教 因为大家可能信仰不同 有人是这个不同的宗教 有人天主啊 基督啊 佛教啊 道教啊 但最后的终结的目的都是希望大家善良 为善 对对对对 就是要有善念 一定要有善念 那我们相信有善念 就不怕会碰到一些 可能你自己原本没有期待 或是比较不相信的事情 但我觉得人还是比较tiki 是是是 因为像我就是从小 因为爸妈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就是跟着信基督徒 但是我其实一直都觉得各种神佛都有存在 对 各种神佛都存在 所以都很尊敬 然后也不要去批评 对啊 因为有些人宗教就是你自己很信奉自己的宗教 那都很尊重 可是你不要去批评别人的宗教 或者说你不要去回敌 这个都是不行的 好那做电影要有勇气 现在要开启了中邪的宇宙观 中邪的这个宇宙观 也让Jeff哥碰到了 可能以前没有碰过的事情 许多 许多 许许多多 那像这本书 你主要是跟什么样子的朋友分享 其实这本书当时 就是决定要来做这本书 我们也想怎么把这本书来呈现 那当然有前几年从高中时候 念了六所高中最后的过程 人生故事 其实这也是一本励志的故事 对 对 这也是一本励志故事 因为前面想说 什么呀 这么成功的电影人 企业家监制 然后又这么厉害的NBA 他居然念过六所高中 对 我母亲也常常希望我去分享给一些 家里有青少年朋友在 然后的小孩 就希望这些妈妈们 我觉得和小孩们都不用担心 也不用慌张 如果当你还在迷惘的时候 我觉得 它是一个可以很励志的一个故事 可以给大家看 当然喜欢电影的好朋友们 或说喜欢中邪系列 相关的这些粉丝们 我相信这里面会有很多 比较没有平常科学 没办法解释到 平常你也比较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些 剧照画面和故事 我们背后拍摄的一些故事 也都可以在里面 可以来去分享 它也不同于你看过 中邪2的电影剧照当中的内容 完全会都不同 完全的不同 新的解决 那最重要还是要祝福中邪 鬼门开 可以让更多的观众进电影院来欣赏电影 希望大家在今年的8月25号 都可以到戏院来 支持我们去年很艰辛完成的一部电影 中邪3 鬼门开 那当然7月份开始 我们中邪电影所说的那些鬼市 这本书在全省各大通路 也都可以买得到 那我们7月可以先来了解书的内容 对 了解书的内容 8月25号 8月再到电影院来看 那7月来支持我们 是的 好 那非常祝福中邪 鬼门开 这一次可以夺得破译票房 那当然呢 我觉得要看背后故事 这本中邪电影所说的那些鬼市 真的写了很多 照片也很多 大家要自己看 真的 要自己看 看了之后 你可以跟亲朋好友来讨论 但是我们就是要有一种 很尊敬的心情 心态啦 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这本书也想分享给大家 对鬼神的一个心态和情仰 是 不用害怕 不用恐慌 除非你有做坏事 有做坏事要赶快改邪归正 你还是有走正途的时候 我们这张劝势的 被人劝势的一集了 今天非常谢谢周介宗 捷歌来跟我分享这本书 也跟我分享这本书